大家好,我是首艺人小七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 店里没什么客人 现在晚上雨停了 现在外面的雨停了 地上还是湿的 还是好多水 刚下完雨嘛 这条街做美发的店也很多 我们店对面是个有利百货超市 下面开了一家很大的美食广场 下个月要搞美食节 好像深圳的人少了 生意不好做,关门了 对面是个卖麻辣烫的 然后前面也是一个生活超市 之前08年的时候 这条街全部都是摆地摊的 那个时候这条街很热闹很多人 自从17年的时候 这条街深圳搞改革 就没有摆摊 这两边全部都是商铺 现在深圳的人少了很多 现在做商铺的生意 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了 然后前面的是个商场 以前也是个超市 后来改成了美食广场 听说这个老板投资了1000万 把这一栋全部改成了一个美食广场 这边都是商铺 都没什么生意 以前这条街很热闹 人很多 现在没什么人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这个美食街 好像明天24,25,26这三天 要做那个美食 美食节 这是非常的热闹 这里面全部都搞好了 这个小龙虾 全部都在这里面展示 全部都是吃的 各种各样的小吃都有 好想明天这次开业吧 好像美食街 展销三天吧 这里面以前是个大商场 超市 现在一楼二楼全部都改成了小吃 这就是吃的 不要吃东西的 可以来这边吃 看一下 现在晚上有几个顾客 现在在剪头画 我们白天下雨嘛 人家不方便出来 那剪头画的客人也比较多一点 这是我们的二楼 我们二楼现在 美容师现在在房间里面做美容 现在在房间里面做美容 两个环境里面都有顾客 这是我们的洗头区 美女们在洗头 这是平时我们员工休息的一个茶台 茶桌 平时没声音就坐到二楼活活 茶 两楼车 感谢观看